这天 姜世仔黑板上用拼图的方式再拼一张照片 随着他将最后一张图放上 这张照片算是大功告成 只不过这个图好像拼得有那么一丢丢瑕疵 姜世仔发现后 及时修改过来 原来 这个照片是他与小绿的合照 看到怪物们的表情 姜世仔略显羞涩地低下了头 这时候 黑老大突然出现在窗口 在看到照片上的小绿时 他的眼睛直冒爱心 黑老大做了个决定 那就是将照片抢过来 之后 他来到房顶 利用钻石键把上面的木板割开 然后又往里面扔了一瓶昏睡药水 下一刻 怪物们纷纷晕倒 而黑老大如愿以偿地得到照片 并且在走的时候 这家伙还在姜世仔的脸上画了一些图案 这些其实还好 更过分的是 他还把人家的衣服给罢光了 之后 黑木与小绿回到了教室 见有情况 他俩立马便冲了进去 小绿跑到姜世仔面前 结果看到这家伙竟然没穿衣服 小绿赶紧捂住眼睛 不敢再看姜世仔 这时 黑木大吼了一声 将怪物们叫醒 醒来的姜世仔把衣服穿上后 发现自己最喜欢的照片居然被偷了 姜世仔非常伤心 走到照片下面暴徒痛苦 黑木看到这一幕 决定帮助他 通过地上的脚印 黑木找到了一个传送门 在里面 黑木看见一座豪宅 并且还找到了一张拼毒 黑木一则断定 偷涂的人就在这个豪宅里 之后 他将传送门搬进教室里 并且告诉怪物们 今天的课程就是把拼毒找回来 首先 黑木让猪人先进去 但这祸中看不中用 他聊到里面后 先是和黑暗猪人合了一张影 然后就被黑暗猪人攻击 好不容易摆透了 结果又中了黑老大的陷阱 来到一处乌兮抹黑的空间 被黑暗猪人暴打 最后 气闪吁吁地回到教室 黑木有点恨铁不正康 表示对他很失望 下一位是小子 他利用体型小的优势 轻松绕过黑暗猪人 但是小子没想到的是 屋里面竟然还有一只狗 好在他身手敏捷 躲开了狗子的坠机 而且还成功发现一块拼图 但在回忌的过程中 不小心撞到了黑暗猪人 之后 小子被黑暗猪人 一脚踢进了传送门 并且还不小心撞到了史莱姆 躺枪的史莱姆非常不服气 就进去有黑暗猪人理论 但没过一会儿 传送门里再次飞出一个怪物 而他正是史莱姆 那么怪物们究竟能否 从黑老大的手中夺回拼图呢